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和大家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有些年輕工博 我不知道他是合約制的員工 還是一個已經正正式式成為了公務員的人 但都是公博 因為收政府的全部都叫公博 做甚麼事 上班在眾目攜攜之下 睡覺 還要被人拍照 近距離拍照 再放上網 被人踢爆 當然 搞成這樣 說真的 這些是有失政府的形象 他們最後的後果是怎樣的 當然是被人解僱 這件事引發很多網上的熱烈討論 甚至乎有些人說 其實不應該讓他們 再做任何政府工 甚至乎有人極端到說 現在年輕人信不過了 你想想一下 一下就這樣影響了所有年輕人的形象 整件事是怎樣的 稍後都會和大家講一講的 說起年輕人繼續說下去 昨日文傑也說過的話題 那些黑暴不知為何很想回內地 也找不同的議員去幫忙 又找內地的部門 又找我們香港政府部門去幫忙 很想回內地 當中有些個案就無法回內地 現在還是很囂張的 那些人很囂張的 你看回我昨天的影片你就會知道 知道很多很多的內情 大家不知道的內情 都可能會知道 其中一個16歲的暴徒 現在成功令犯帳回鄉政 很開心 說國家放他回去探親 但這些人是否值得相信 我想大家都要用時間去觀察一下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 稍後就會和大家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首先想和大家說的就是 電話卡實名劑 大家都知道已經是生效實施了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人擺街站 包括文傑我自己都有擺街站 擺了兩次 看看有沒有人需要協助處理這件事 我每一次擺街站都有人過來問 但又問 我就未真的 實際地在那裡幫他處理 因為他們有各方面不同的原因 問 問了很多很多 其實都有一些需求 所以到現在為止都有不同的街站擺了出來 有些是我們自己 建設力量的 義工 但有些其實就是政府請的 員工 義工和員工 大家要分得好開 但是我經常覺得 好像我們的義工做事 好像是積極過 對 員工 OK 政府在全香港有25個港鐵站擺設了一些支援站 有個攤位 有些桌子 有些椅子 擺員工在這裏 協助我們香港市民 登記電話處 上網上台的就沒有問題 不用登記了 在昨天早上網上流傳了有三張相片 大家看到有兩張 其中兩張我拍了給大家看 這兩張相片或這幾張相片 或者叫支援站 一男一女 大被同眠 沒有被 不過都一起同眠 大桌同眠 做甚麼 無視人來人往的港鐵乘客 你收政府錢 收納稅人錢 你竟然 撥在這裏大教訓 有沒有搞錯 不是吧 你真的坐在這裏看手機等等 沒有人知道你做甚麼 你不是打橫無機就行 即是你打直 你看新聞也好 你發訊息也好 你怎樣也好 喂大哥 你總不能夠 趴在這裏 整個 如入無人之境 找周公 睡到直接被人近距離拍照 毫無察覺 這我是體諒的 他睡到 他在一個這麼繁忙的港鐵站那裏睡到腳聲 睡得著那下 應該都很熟悉的 這件事在網上引來熱意 有人就說 喂他們兩個都種了迷香 有人很積極地問 還請不請人 兩天 兩天都殺 沒理由 大佬 這樣上班我也想回 我自己也想回認真 真是 而 攝氏 的職員 好像 事後已經 被 解僱了 鐵文裏面 沒有提及到 究竟是甚麼時候拍的 是昨日拍 前日拍 大前日拍 還是再之前拍的 但是圖片可以看到 支援站前面 是有乘客 港鐵的乘客經過的 亦都有乘客 在這個支援站 附近等人 但是這一男一女的公僕 竟然是無視眾人的目光 僕在桌上睡一粒 男的用手當枕頭 女的好像真的中了迷 中了甚麼 中了箭 整個是這樣 扑了在這裏 手就是這樣 垂直斷了 扑了在這裏 多厲害 多厲害 你不知道那些 以為 是否中了麻醉針 還是怎樣 是否射了野豬 射了他那裏 真是 不得之了 拍攝的人 簡直是 推過去拍的 看到他 嘩 雙眼緊閉 網民紛紛都在網上 這些鐵文那裏留言 就說 究竟 在人來人往 那麼繁忙的港鐵站裏 究竟 他是怎樣可以睡得著的呢 究竟要有 多厚的面皮 才可以在公眾地方 這樣睡著呢 有人亦都說 可以睡覺的上工 不用做 真是好正 還請不請 舉手舉手 我想做 我也想做 在爭取這些 工作機會 另外有人 就很提出他們 說 其實 人家是不是未到開工時間 所以休息一下 對於這兩個人偷懶的行為 可能是有所保留 但是 我覺得即使你未到開工時間 但是 那裏是一個公眾的地方 他們是公僕來的 你在一個公眾地方公僕 這樣 去睡覺 會不會對於整個的形象 不是那麼好呢 即是怎樣都好 我覺得兩個的行為 不是那麼對 而通訊事務管理局的辦公室 在昨天晚上回覆了一些傳媒查詢 已經聯絡了有關承辦商 確認了涉事的人士 是那個承辦商的員工 事後已經離職 或者是被解僱了 局方已經是嚴肅的責成承辦商 要嚴格管理所有前線員工的表現 包括一定要加強一些定期巡查 政府在今年1月8日 至今個星期四23日 在全香港25個港鐵站提供 電話卡實名登記的支援服務 其中包括這個北角站 以輔助用戶完成登記 每一天的服務時間 是早上9點到下午6點 市民也可以去到不同的 他們所屬的電訊供應商的門市 或者18間郵局設立的服務櫃位 求助 否則23日之後 他的電話可能會被停止了 這些是小小資訊告訴大家 有些人也留言 年輕人真的信不過 又不關年輕人的事 看人 我們說說另一個人 另一個人就是 一些反修例暴亂的人 當時 他反修例玩得很開心的時候 是16歲 被人拘捕的時候16歲 現在20歲 那麼 最終這個暴徒 居然原本是被人剪了回鄉卡 居然是可以重申申一張回鄉卡 幫他的立法會議員 張恩宇 非常之開心 他就說 國家願意給一個空間 先不要討論 這件事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先看一看 今次這個報導 這個報導其實是承接文潔昨日 所說的一些 直播影片 當然我直播影片的內容是會比一些報導豐富一點 因為加了我自己 所認知的東西下去 我們現在看看今天這個報導 就是說 張恩宇說 第一個求助個案 是獲批了 他開心到手目足道 他說他現在是積極協助30個反修例被捕人士 申領回鄉証 終於有一個20歲的年輕人 獲批證件可以回鄉下探親 他說他自己一度都頂著 被深藍追擊的一些壓力 將一些求助的個案 轉介到保安局跟進 亦都遊說中央駐港機構和出入警部門 被一些相關人士重新接觸國家的機會 如今成功爭取 他深受鼓舞 更加確定到國家願意給 香港的青年一些空間 互相重建一些信任 但是大家知道 昨天我說的一個報導裏面 有兩個人 都仍是 很 很仇中的 裏面的言語之間 都將責任不是歸咎在自己身上 還要說無悔 所以有時候我相信 不是所有的求助個案都 都應該批或者叫做可以批 這次這個是20歲的年輕人 當然有些人 會爆到張議員爆到飛起 但是說真的 有人求助是要跟進的 他都只不過是將個案子扔回國內 或者扔回國安局 他有這樣的心 都難得 又不需要爆他 我覺得 你可以說一下 你可以逐單案子說 你不可以整個行為說 逐單案子說 就說 你可以說 文杰昨日報那兩個 那兩個 真的不值得幫 他服你的 不單是服你 服了國家 我們就著的案子可以說 但是 是不是全部都不幫呢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因為作為民選議員 如果有人找他 他不幫的話 那別人會做新聞 所以 都不能不幫 因為我都協作過 我都是 直接一腳轉介扔過去 我做不到任何事 我這些小朋友 哪裏做到任何事 那麼 報道裏面 反修喻暴動裏面 有過盲人被捕 當中四成年輕人 社會普遍關注 特區政府如何跟年輕人 修捕撕裂 我覺得不關特區政府的事 是他們何時得知自己是被別人腦點 何時願意自己被別人腦點這個事實 是正確的 即是知道自己被別人腦點這個事實 張宇就說 自去年以來 接獲到大約30宗被捕人士 沒辦法申請回鄉卡回家 即回我們的 鄉下 我相信他的鄉下不是本掛 OK 其實他們願意回國內都是好事 只要他們不在國內搞事 那就沒事了 當然我相信我們國內 都會嚴格去看一看他們 沒理由被他們搞亂我們國家 因為有些甚麼事 應該會馬上撿走他們 他就說 幾經轉介協商遊說之後 日前終於有一些成功個案 他就非常之開心 他說第一個求助個案終於獲批 他就開心到手目觸動 張宇就說非常激動 他透露 那個年輕人當時案發的時候只有16歲 因為身處暴動的場面 而被警方扣查 加上同行的人士攜帶了雷射槍 所以一起被捕 最終他是沒有 被起訴 而攜帶雷射槍 那個人也是判無罪釋放的 說真的 判無罪釋放不代表他正確 最終法庭說他沒有犯罪 不代表他正確 中女社一度也是 拒絕有關年輕人的回鄉卡申請 直至日前終於重新發放 容許他回家鄉探親 我相信這個16歲那個 都應該 不會再夠膽再犯 或是不會再夠膽 衝出來吧 我想16歲還是OK的 20多歲30多歲 可能是難一點 16歲犯案 的時間16歲 我覺得有些計謊 有些計謊 未必是 沒得救的 要看人 張宇說一個個案成功 可能未不足道 但成果得來不易 這一段時間以來 他說非常隱蔑 自上個月以來 正在幫助反失禮暴動的人士 新來回憶卡 引發很多森林的網民 去遺棄公知 不應該縱容黑暴行為 甚至乎有人認定 不是完全健康的人 沒有資格 是吃藥的 我覺得 真的不可以縱容黑暴行為 但是說真的 給不給他們進入 我們的國家 不是我們 作主 也不是議員作主 也未必是保安局作主 應該是由我們的國家 國內 去評估 以及作主 我相信我們國內 是有一個 很完善的評估 以及 很完善的一些 防止罪案發生的機會 以及機制 OK 所以 我覺得 沒有必要罵 因為 有人求助 你不能不處理 只不過他 跟記者說而已 我覺得不能不處理 難道說 Sorry 不幫你 你怎樣都要說 我幫你搞搞他 搞不搞到我不知道 他們也會知道 張宇一直都 叫做向國安局主任的個案 亦都是信給鄧炳強局長 希望當局幫忙做事 當然鄧炳強局長一定會幫忙 亦都遊說中央駐港機構和內地的出入境部門 給一些被捕人士重新再接觸我們國家的機會 更加嘗試 跟建制內部強烈反對人士溝通的 希望集結各方的力量 幫助青少年重禍新生 認為我們香港社會開新篇章的時候 亦都要為到我們國家大局作出一些貢獻 當然那些人是不是復利呢 遲些才知道 但是我相信 我也是那句 國家既然讓他進去 我相信國家都會是 看一看他進去之後會做些甚麼 以及之後在香港會做些甚麼 我相信是會看他的 那 這些都 是不是一個開心的事 我未知 我未知 我也都 不敢說這件事是正確還是不正確 不知道 但是 總要有人做的 總會有人做的 只不過這次的角色 放在張宇身上 我不是說要幫他 不是整大平身而論 有個案 走到來 你不能不幫忙 你不能不轉界 是不是 是不是 張宇就很積極地回應 這些質疑事件等等的事 那 他都說了 總之曾經走過歪路 然後 負上了責任 從頭社會的年輕人 如果他們 有需要真心 有意願進一步認識國家的話 應該去幫他們 這個我同意的 他們真心想認識國家 是不是 應該給個機會 除非他們 不是 就像我昨天報道所說的那些 大哥 說了粗口 又罵爆政府 那這些 大哥 你不要理他 我應該去出入境自由 我現在讓他出入境 別人不讓你入境 關我甚麼事 是吧 這些人是名還不靈 這些人就不需要理他 還在罵 我只不過是跟警察插兩句咀 這些 算吧 你真的很難幫他 這些人 因為這個是 內在思想的問題 你真的幫不了 張宇宙在過去的日子 我們的年輕人的教育 出了問題 導致我們的年輕人 缺乏了對我們國家的信任和認識 讓年輕人走到大灣區 增加到國家的向心力 這些才是糾正我們 即是 有一些缺陷的良方 他就說 把反西洋暴斷的人士全部排斥 排斥的話 這個做法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也覺得是 要我們叫做 謹慎 要謹慎 要小心一點 他就說 難得爭取這麼久 成功爭取 就有一些叫鼓舞 更加認定 我們國家不是鐵板一塊 是願意給我們香港的 年輕人 香港的青年去重新建入一些互信 他也是 處理這些個案的時候 就深深地受得到 香港市民作為中國的公民 無論在日常生活方面 到工作需要 確實地和內地物不可分 這也是一個 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所以那些人說 一輩子都不回國內 其實不能撤過 你喝水 已經是 你洗澡的水 已經是 我們國內來的 對不對 所以 是否真的可以撤過得到 不是的 我相信 反西亞暴亂的人士 有一部份 有一部份的人 他們是被人老點了出去的 我相信是有一些人有悔意的 被人老點了 知道自己被人老點了 自己是真的有悔意的 願意 做一個乖子的 我相信我們國家 是會給他機會的 但是未必每一個都會 這些就要留給我們的國家 去衡量 所以 又不需要那麼出奇 為何要給他們回去 這件事 由我們國家去處理 去判斷 希望大家都明白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不知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分享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